听说很多人在排队卖奶枣 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该做奶枣了 我尝试地做了两次,确实很好吃 今天来分享一下食材的比例 以及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 这是去合的红枣 枣最好选用长度是三厘米左右 入至比较厚的小枣 棉花糖,我用的是低糖棉花糖 这两种食材在市场上或者是网上都可以购买到 红枣,棉花糖,坚果 它们的比例基本是一比一 也就是一颗红枣配一颗棉花糖 再配一颗坚果 坚果我准备的是巴丹木和腰果 您可以用花生或者是核桃 只要您可以把它这样塞进红枣中便可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塞进去 为了后期的造型,坚果的头尾部分最好不要露出来 全部做好后来融化棉花糖 全程开小火 加入黄油 黄油主要是防粘和提香 黄油融化后加入棉花糖 不断翻炒 锅最好用不粘锅 没有不粘锅,您可以用电饭锅 它的防粘效果也不错 棉花糖基本融化到这种状态 加入奶粉 继续搅拌至棉花糖彻底融化 全部食材已经融为一体 攀平 关火后加入枣杰坚果 开始翻拌几次 抱团后不用取出来,又在锅中来分割 用锅的余温来延长棉花糖软化的时间 先给碟子中倒一些奶粉 用来裹在奶枣的表层 戴上手套来防粘 这款零食需要趁热分割 一次不建议做的过多 配方中我给的用量是35个 在余温上存的状态下基本可以分割完成 表层的棉花糖搓一搓揪一揪 尽量裹得均匀一些 表层裹一层奶粉 就这么简单,一款网红奶枣就做好了 此时尚有余温,每个之间留点空隙,防止粘连 这款奶枣它迎在口感以及味道的层层递进 口感上是从软到硬,软硬接油 味道上是从奶香到早香 最后是越嚼越香的坚果味 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春节 作为糖果来招待客人 或者是包装好当礼物来送给朋友 都是很好的选择 我是小明,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我们再见